Lun Sang 操守 Lun Sang 操守 Lun Sang 操守 我今天给大家演示的是 男手们基本操守 一个动作叫甩手 甩手起什么作用呢 甩手主要是练两条手臂 像鞭子一样的柔软 让它练整个松的角度 那么它的跟从哪里来呢 就是从它的马步 大家请看 马步如果是这样站的 在甩手的时候是 大幅度用下面脚走的话 这也不对 但是呢也需要用这个跟 带动腰 然后到肋骨 整个把手臂送上去 大家看这个地方 有一个一点点的起伏 这个起伏是什么 就像你在骑马的时候一样 你骑马的时候 这个跟着马的波动 你是有这样的 一点点的起伏的 所以说站马步的时候 不能站死马步 就是站在那里 动都不动 然后上面是这样做 那是不对的 所以说有一点点的起伏 有一点点的起伏 这个从脚底一抓 正好就像你贴着那个马蹬 一撑的时候 有一点点起伏 带动这个身体 那么就